好 继续带来看到花莲金船在花莲西从事飘飘和固定游泳圈细水活动 疑似因为泳圈固定绳索断裂 造成游客流性女子遭到溪流卷入消波快下失踪 被巡获时已经是没有生命迹象 送医之后宣告不致 搜救人员四处张望努力寻找逆水游客 地点就在花莲凤林镇的中心桥下 救难人员迅速抵达现场 终于在河崇下游两公里处东岸河堤旁边的消波快 找到50岁的流性女子 将她拉起时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流性女子的丈夫语气充满悲伤 怎么也没有想到带着妻子和妈妈 在18号来花莲旅游 妻子竟然会被溪水冲走 从此天人永隔 根据了解当天同团共有19个人 参加飘飘河体验 有两名教练同行 流性女子在队伍的最后方 泳圈与丈夫还有婆婆绑在一起 但疑似绳索突然断裂 造成流性女子脱队 偏偏这时又遇到湍积水流而翻覆溺水 家乡附近讯号不好 团友连忙上岸 跑进附近西瓜田向农民求救 请他们帮忙报案 遗憾的是女子送医后仍然宣告不至 现在我们以针对本案进行调查 将针对相关的一个户外体验公司 还有相关人员做调查 如果发现不法 我们将会依照过失致死去移送法办 昨天这个业保 业者我们经过查证以后 他是有做商业登记的 他的营业行为 营业项目里面也有这个 水域有气的部分 虽然漂漂河体验的业者有帮全团19人保险 两名教练也有执照 但全案还是依过失致死罪争办 记者徐丽晴林千亿花莲采访报道